大Sir檔案 主持 阿通 Eddie Sir Joe Sir 他說Joe Sir 你不要介意 因為我們處理這些事件 有些先決條件 無論案件有多大 如果牽涉到幽靈 他說我們看七年 你今天來見我 都將近八年 除非是很冤很冤 他還會在那裡流離 否則應該煙燒雲散 這麼特別 我沒有這些認知 他又說得像頭頭是道 第二個項目 他就說 我計算過數 他用手指出來 不知道指抽人物 說了大論 這件事我走不掉 我一定要幫忙 預了我有份 我第一個問題 收多少錢 不收錢 事成之後 你可以付封利是十元 甚至不收錢 因為我計算過 我走不掉 一定要幫忙 這樣也好 騙都騙一頓查 走出去不騙 我們都希望幫到死者 那個死者 告訴你 案情那些 我不在這裏說了 長話短說 就是怎樣處理 他說首先 祖sir 你要肯定 現在的住址那裏 我們去查的時候 現時居住的人 要離開 這樣就簡單了 我們已經做了初步 韓國仔 經常出差做生意 我只要跟那個看更 做一個好一點的聯絡 我就知道什麼時候再出差 那就行了 第二 就要我們去現場 做一些儀式 是 就一定要晚上進行 哦 晚上進行 是的 太陽下山 沒有說入人太陽下山 是 我們不懂計算那些死者 人物 很簡單 這樣OK 設了個時間 就如我剛才所說 韓國商人 來了香港 我約他去現場 那裏就發生了一些小插曲 就是我探長有些意見 哦 探長是指警署警長職級的刑事偵測部人員 他們的職級高級的警長 即是沙展一級 而是在督察階級對下 受到五六十年代 香港演員曹德華 在電影中飾演探長的角色所影響 探長一詞 就在當時廣泛流行 並且被使用 去到八九十年代 一系列講述昔日貪污時期的香港 一班華探長的恩怨情愁 以及他們怎樣跟黑幫 建立一套有系統的貪污機制的電影 就更加深入民心 當然電影歸電影 而且當時在警隊裏面 部分職級和編制和現在很大分別 探長一詞 如果引伸至世界各地 警察部門中的稱為 都是指負責偵測部門 教高級和智力教深的調查人員 我探長有些意見 警察這個人不知道為什麼會走出來 我也是學這家的 我就覺得他沒什麼了 那你有什麼意見 我認識一個四哥 專科 沒有他剛才說得這樣 又說什麼有年限什麼事 不如我找四哥去幫忙 剛才上個月跟他抓了 跟別人上身 搞定了 這個還不用等 好像不太好 這次又說了這件事 這次找了他 不如這樣吧 阿Sir 叫他來做consultant 一起去 看看我們上樓的時候 因為我們大家都不懂這些事情 就是我談論學這些 但沒有學這科 但四哥就學這科 我們找到一個做consultant 我當是胡大師的consultant 我們找多一個 很壞 sounds good 又是不收錢 就來吧 一起去 如是者 去到樓下 真是很搞事 在樓下 上樓的時候 胡大師就問 通哥 你屬什麼 屬牛 不要上去 Eddie Sir 你屬什麼 屬雞屬雞 屬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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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有人在這兩部升降機出入 因為他要做一些事 很簡單 找兩個可以上樓的同事 封住就可以了 很簡單 這個位置就是一個很簡單的U型位置 兩部升降機 我們的目標單位在左手邊的角落塔 我們在左手邊的太平門樓梯等 好了 他就一個人自己走出去 就說 其實我們在下面等的時候 已經展示給我們看 是一個黃色的符 三角形的 他說 我第一次見面和你說過 我們首先要看看女死者的幽靈 我就要在現場門口燒這道符 如果它在那裡就能做 不在那裡就大家散閉 都好像合理 就去吧 走到那一步 就有一個燒 那道符小時候也不會火燭 一燒 都不夠十秒 有一個女人聲 講英文 嚇到看電梯的伙計 向著我那邊衝過來 嘩 不斷衝過來 很恐怖 聽到無管動 對 臉都聽到 平時就很英勇 那個 聽到女人講英文 走都走不前 因為她知道死者講英文 我就推開她 就衝過去 原來隔壁有個賓妹走出來 不是誰玩火 那個伙計又不懂英文 你不是這樣嗎 真的沒有面子 嚇死了 然後胡大師 阿Sir別吵 來了 已經來了 還在那裡 楊小姐你過來 我請她上你身 然後有什麼問題 你儘管問 另外那個高手是不是在那裡 高手在那裡 另外高手 四哥在那裡 四哥 後華那個 那個是有角色的 最重要是主角胡大師 對 問了幾個問題 不要說細節 就是她怎樣推我們 簡單來說 現在的女死者說 不知道什麼血地獄 投不了胎 亦都出不了來 跟進這件事 我知道你有心幫我 但希望你燒衣服給她 她有衣服才能出來 我又覺得好像很合理 嘩 嘩 嘩 其實我剛才說了幾句 在現場已經玩了半個小時 要撤退 要不是 會吸引到其他旁邊左右 OK 那就要回去做了 滿足的第一個要求 就是去她就近的地方 她按法接近頂樓 我們決定在天台上搭壇 很簡單 找些雄子 就搭壇 燒完給她 念完經 那些鬼差會放行 那四個 我來我來 這些我專科 不用胡大師你做 我做 OK 沒所謂 對我來說 我們個個都不會做 你願意參與 分共合作 對手後 大家都很積極 想做到這堂事 有人幫忙 然後再安排 又去車 四哥去那個壇 第二晚來的 去她那個拜神的地點 拿一個香爐 又等韓國商人出差 去回現場 隔兩層的天台 找張桌子 找些紅紙包好 唸不知什麼經 又像關公一樣 唸了九個字 問題是 我一不認識 就拿了五百元出來買 這個元寶蠟燭香 事後 那些同事才罵我 是 阿sir 你知道這五百元 是要接很久的 我當然是不知我 我不認識的 沒錯 早點在那裏燒了很久 燒完又怎樣 要請她出來 第三晚又去 不來 發脾氣 有兩件事發生 第三次去 四個不來 她說原來 她唸完經燒完之後 她懷孕的太太不舒服 她說這件事我不好意思 我懷孕不起 不如都給胡大師做 當然胡大師就踩她 我也知道她 有什麼理由 宵夜的程序都錯 有什麼錯 原來 他們那門 又要寫名 要寫死全名 還要親人燒才能收到 養父養母 都離世了 就要大師級寫 才能收到 燒沒有用 五百元的原本立章 全部給旁邊的遊魂野鬼 全部拿走 她現在不來 發脾氣 她說收不到衣服 說我們玩 即是沒得做了 那就收工 沒所謂 我都未見過這些東西 她說不是 現在到我 不可以停了 我不是很沒面子 我是大師 你放心 不用管 我現在知道她存在 我自己請她出來 總之有一天 我覺得適當 兩個星期之內 我們再去現場 你又要肯定 韓國人 雙人 我們跟漢堅都熟悉了 但那次就要等一個月 因為韓國人 不是聽我說幾時去的 因為等了一個月 這次到胡大師 請了兩個幫手來 一個叫寧姐 要介紹一下這個寧姐 原來當年 我記得我小時候看 《歡樂今宵》 她出過場 是嗎 就是請了中寶羅 跳樓那個上來 那個寧姐 很出名 楊小姐又帶了一個 外國的女子來 玩水晶 那個占卜高手 大家躲在那條小巷 用她們不同的方法 請她出來 還有 寧姐又叫她的師兄 有一個叫扶機高手 又是當天跟她一起上電視 我也在電視上見過她 又說可以有特異功能 把匙羹可以看 又說要擦一下 又會扭軟 哇 滿天十分 那個問題 我覺得好像有點出界 我們是查案 你有就有 有就告訴她 為什麼這樣做 沒有就沒有 你搞那麼多人在那裡 所以我就在那裡設了一條線 我沒有預算到有這麼各門各派 我給你半個小時 做到就做 做不到就算 在半個小時之內 最壞的是燒那些香 大家都不舒服 這麼窄 但大家都聽話 隔了都不僅半個小時 差不多整個小時 各有各的說法 我分開你問 都說她來了 現在出來了 收到這三個了 就說空手是三個人 三個人 但是說了幾句就走了 又要再下一次 又要再下一次 我說不要了 就散了 因為說不著邊際 只有三個人 就對她不住 他們自己去推測 可能賣白粉 那些錢 我說這些不梳力的事 你不要跟我說 我不信 我不拜 就散了 隔了差不多一個禮拜 反過來 胡大師 阿尼寫樓追求我 他說 阿Sir 靈姐說 很有信心 下次不要太多人 只有我們兩個去 胡大師和靈姐 都是同門師 寫樓師妹 看年紀應該是師姐 很有信心 不過有個問題 你要給我預備一些工具 什麼工具 就是仗以長的白靈 白靈 白靈就是以前的皇帝被妃子掉頸 仗以長 一尺闊 是中國的尺 我來做什麼 靈姐已經在現場 請到她上來 這條白靈 就會自動飛去找到兇手 不過阿Sir 我問你一個問題 如果勒死兇手 我需要負責 我探長 那些免體 我們寫字外遊 馬上拍桌說髒話 如果你找到兇手 殺了她 我負責 她又緊張 我說我 又好 一起去 但一半一半 長話短時間 我們再第四次去的時候 靈姐其實是做什麼呢 她燒一閘香 在現場一放 有個指示聲 向左向右 竟然帶了我去一個地址 就在同區一座大廈 而這個地址 是我看過整個file 所有我以前上手 overlook 的地址 就是這個女死者以前住過的大廈 即是未住她死的單位之前 之前上手 你知道我在說什麼方法可以查到 大氣電波我就不能說 總之我們有些方法可以查出來 但這個地址沒有人去過 在那座大廈便掃樓 找那三個姓氏男人 即是當時提供姓氏 可能是時隔一段時間 當晚沒有找到 第二天有些 我記得有些案要查 找了一個小時 我整天定時間 夜晚加時 你這麼晚的拍人悶就不好 定到十點半 我們收據 如是者 我給後浦大師 最後一次機會 因為有些條件限制 又要等屋裡沒有人 又要做這麼多儀式 一會兒肯說 一會兒不肯說 一會兒要穿衣服 一會兒收不到 現在又穿到 最後一次 她肯提供詳情 我們又幫忙 如果沒有的話 我就撩斷她 不要玩那麼多 因為再玩下去被人笑 我始終帶著一群夥伴 我不是只做這件事 我設定一個死亡 最後一次 又是回到她的案發現場 由冷行開始做 說她來了 說了一些推堂的說話 她自己本身 那女死者說 我本身對不起兇手 所以我也不肯 還沒決定追不追究 胡大師說 差不多就可以了 我說晚了 你不要再搞了 我說阿Sir不如這樣 轉場 你和我再搬些元寶蠟燭香來 我很有信心 今晚可以給你一個答案 我說轉場轉去哪 京士泊公園最近尖沙咀 我們開壇大的 和你搞 那就出事了 我探長說好 幫忙轉場 其實我也知道答案是 重要的 三間半夜十點半 去哪裏找元寶蠟燭香 幸好我手有油麻地 叫同事去找管店 大火那些 在我們拜關禮 所有元寶蠟燭香 阿Sir沒收 借用 又是丟下 這次沒有丟那麼多 總之我要用 全部都立了 那就在京士伯再請她上來 更糟糕 連楊小姐都說 阿Sir不要搞了 忍了所有油蠟燭香來 很不舒服 很害怕 這樣嗎 你住哪裏 我現在住香港 載她回香港 不玩了 以後 我有決斷性 做都做不到 還不散 我打算回去回香港 第二天 我安排了些人車走 胡大師都很不好意思 有些事我控制不到 他走前退後 不要跟我說這些 我大家盡力好嗎 在這裏滑角 就好了 麻煩他了 我還有很多事正路要查 第二天 載他們回去的同事 再有一個駐腳 載楊小姐過來 阿Sir你知不知道 我中途要停車 為什麼 因為你燒不完 那些圓膜蠟燭香 引了幾十隻 都上了車 拔著我怎麼開 不是 你說真的 說真的 好恐怖 現在我們送案組的同事聚會 一年兩三次 都不其然提起這件事 把握當時聽到女人聲走出來 那個 說笑話 有些回憶 我現在不是在推崇 離開正路的查案 而是想表達出 我們做一個CID 應該要open mind 但你也會有一個限制 你要介入同事 做到就做 涉而不捨 但做不到 要適可而治 我覺得這是一個正確的方向 那始終都是找不到三個兇手 不是所有案都破到的 還有我講一些 最後一句 是CID的迷信 你去現場看這條絲 如果拿著拳頭 你一定會破到 讓他鬆開手 多數是破不到的 那這個死者是拿著拳頭 鬆開手 請大家自己想 今天精彩 一路輕一路無管動 打散冷針 好啊 這個真是很特別的CID 有時候這樣看 傳統的思想 傳統的想法 傳統的做法 並不代表我們是迷信 我們最簡單的 任何角度 任何方法 任何線索 不要放過 私而不捨 查案就是這樣 當然到某個位置要停 譬如 拜關帝 我們這個傳統 仍然在這裏 是否迷信 還是什麽呢 不要這樣去看他 有些同事認為 這件事去做 是幫到他的工作 但有個位置要停 就是這樣 但是我想說 我退休的時候 我們警隊 還是一個很科學論證的警隊 你們經常都很強調 上到法庭 最重要是說證據 多謝兩位sir 下星期再見 拜拜